嗨,大家好,我是全妹 今天是我去摆摊的第二天 我今天又跟这个大姐去摆摊了 然后昨天是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 就在我们小区门口摆摊了 给你们看一看我们的摊 这个就是我们的摊 卖炒饭,炒粉,炒盒粉 上面都有 大家有没有需要的就可以来到这 我经手给你们炒 我们家门口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来这里摆摊 卖水果,卖炒饭,还有就是冒菜,什么都有 我现在是来学习一下 以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也去摆个摊 自己做点小生意 这个大姐人也很好 我是来免费帮她炒饭 大姐昨天生意怎么样 还行 还行吗 我走了就还可以了 你走了这个我也吃饭了嘛 你走的时候就那么晚了 那昨天我帮你做了一天生意怎么样 可以可以 你平时怎么样 蛮好的蛮好的 蛮好的啊 欢迎你再次到来 今天又跟你在做第二天 看看我们今天生意怎么样 好的 现在生意来了 开始忙活起来了 大家看看我炒得怎么样 这个是我全过程的炒盒粉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熟悉 所以调味还是大姐来调味的 我专门帮她炒就是了 因为我害怕我调味不好 到时候她有很多老客户啊 或者新客户啊 觉得味道不好的话 害怕影响到她的生意 她这个锅呢也有点中 每天呢就要炒几十份 哇我这个手都好累 我昨天呢第一天来帮她炒饭 和炒面炒米粉 炒的差不多有二十多分吧 一晚上 我第二天起来呢 我的手特别的疼 然后今天来的时候呢 我都没有力气了 然后炒那个饭过的时候啊 就感觉手很疼 然后呢我第一天来炒的时候 我也还没有经验 所以呢油分在身上 手上有几个地方呢 都烫到了都红了 今天呢手也没有力 所以呢烫过也不是很好 现在呢赚点钱 真的是不容易啊家们 一份早饭少盒粉 炒面才十块钱 但是呢搞得一晚上啊 一身都是汗 然后都是油味 真的是很辛苦很累的 这大姐呢 人也是蛮好的 我来的时候呢 她说每天呢 也才卖了几份 但是昨天给她卖了一晚上 她说比平时还要多了一倍 其实呢我来这里呢 帮她炒饭 也是就是学学手艺嘛 以后呢如果没有桌子媒体了 也可以去摆个摊啊 开个店啊做小生意啊 然后也是边炒啊边做边直播嘛 也可以自己找点内容嘛 也可以帮助到别人 也可以帮助到自己 这也是一件好事 是不是家人们 第二天过来了 所以呢我的厨艺也是好很多了 也没有容易烫到手了 这个大姐呢人也很好 我还跟她开玩笑说 我现在呢可以独立去开一个摆摊了 然后站在她旁边 做她的竞争对手 收入还不小 来大家快来看啊 很好的 炒得很好 昨天我帮你卖了一天怎么样 生意怎么样 大家 巴士很好 巴士啊 可以可以 巴士的很 要不要 要不要以后我天天来帮你 当然可以了 但是我就给不起你的备用哦 我不要 我免费给你打工 巴士